十六章三十五节 到了天亮官长打发猜疑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天亮的上头来了消息 把这两个人释放 为何这样呢 我想经过一夜 官长发觉没有对案件进行调查 就关入内奸似乎不妥 我们常说罗马人 他们的法律是严谨的 所以当彼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 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 就是他没有罪了 因为罗马的法律 在当时影响基督教的三个文化 犹太是宗教 希腊是文化 罗马就是法律 就是犹太 希腊跟罗马 这三个当时影响基督教在扩展的时候 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发展的时候 这三个势力影响教会的发展 就是犹太的宗教 罗马的法律 还有希腊的文化 所以罗马人一向都是依法行事 所以知道不对了 快吩咐放他们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忽然间 应该是会 应该是要送到 因为关在内奸了嘛 而且绝对跑不掉了 上了墓口了 所以是要送到 更高的级别的官员 去审判的 为什么会忽然间 要他们 要释放他们呢 当然也可能是 他们听见地震 以及监牢中的消息 这两个人在那边唱歌 祷告 然后囚犯竟然没有跑 为什么忽然间 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罗马人其实也是相当迷信 当时代的人都是迷信的 是不是我们这么做 干犯的神明呢 还是把他们放走为妙 那么免得招致更大的灾祸 当然也可能是这样 16章36节 禁诸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说官长打发人 来叫释放你们 如今你们可以出间 平平安安地去吧 禁诸把释放他们的口信 带给了保罗 现在保罗拒绝了 37节保罗拒绝了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吓在监里 现在要私下连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 领我们出去吧 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 罗马人就是指罗马公民 因为保罗本来就是犹太人 怎么会变成罗马人 指的是罗马公民 没定罪就打我们 现在又要私下叫我们走 这是不行的 这完全不依法行事 叫他们来带我们出去吧 似乎保罗在围栏他们了 不过我们看下去 其实也不是这样 差异就是警察了 差异这是古代的话 把保罗的话转达回去 差异把这话 唯禀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差异把保罗的话 传达了回去 官长害怕了 害怕什么 关键就是他们是罗马公民 对罗马公民的怠慢跟无礼 是严重的伪计 是违背这个法纪的 还有如果拷打罗马公民的 最高刑罚 很可能是死刑 所以他们听见 罗马公民的话 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 是这个意思了 不然罗马人怎么样 你说你是罗马人 我打你更凶 但是不是的 当时他们听见罗马人 又先前被他们拷打了 所以他们真的是怕得不得了 16章39节 于是亲自来领他们出监 就是消案了 并请他们离开那城 当然如果他们能够离开 事情就快快结束了 不然夜长梦多 案件一发酵 结外生枝 对官长是不利的 或者有人会问 为何不老早说 他们是罗马公民 我想当时可能他们要说 但是那一个侍女的主人 报官来抓他们 当时的情况乱成一团 你要怎么说 也听不清 他听不到 在那种场面 大家 你一句我一句 也不会有人在管 你在说什么 不过有些圣经老师的 是认为 使徒步道行程 是圣灵的带领 是圣灵的工作 作为神大大使用的使徒 他们更相信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势力 而是依靠神的灵 方能诚施 如果当天 他们立刻表明身份 他们就被放 他们就不敢抓他了 然后呢 囚犯就没有机会 听见福音了 当然也没有机会信主 进诸呢 也一样 虽然我们是 我们是从人看 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我们就看见 神的灵 自己在带领 我们相信 他们知道 他们能够传福音 能够 布道 能够建立教会 绝对不是依靠 势力跟才能 罗马公兵算什么 上帝的使者 才是真正完成 福音使命的人 而不是罗马公民 好了 16章40节 也是16章的最后一节 一起读 二人出了间 往吕迪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官长亲自来 带他们出间 其实他们也不是 要为难这些人 他们出了间了 他们讲的是一个原则 是你命令人 来把我们抓进来 现在你自己来 带我们出去 这是原则 回到接待他们的 他们回了去 就会回到 里地亚的家 里地亚是 接待他们的 他们在菲利比 就在里地亚的家 被接待 所以这件事情 一发生的话 虽然是一天 是昨天的事 可是弟兄姐妹 也是一定焦虑 万分 所以先回到 他们的家 先回到他们的 聚集的地方 然后安慰他们一番 他们就继续地 下一个旅程 我们检讨一下 菲利比的步道行程 我们可以说是 硕果丰收 很有成就 三种人信了主 尼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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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猪 尼迪亚 尼迪亚是富商 我们说代表 社会的高层人物 她卖的是 当时价值高的商品 那么尼迪亚是富商 尼迪亚是富商 代表社会最基层 可以说是最低层的 一个人物 这个仆人是没有自由的 他完全是属于 自由人的产业 是最低层 最基层的人物 进竹是属于 高级的公务员 代表社会的中层人物 基督教的救恩 是社会每个阶层的人 都需要的 无论是基层 中层 高层 无论谁都必须 耶稣基督大能 福音的拯救 所以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是保罗当日 对敬主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检讨一下 16章 到菲利比去的 这一个工作 有很好的果效 这个果效存到 整个保罗的 几十年的福音工作 都得到 菲利比教会的 这一个关心供应 他们离开了 这一个 Lidia的家 他们就 走了 去哪里呢 17章一节 一起读 把罗和希拉 经过岸非 波罗尼亚 来到 帖撒罗尼家 在那里有 犹太人的会堂 看一下 这一个地图 了解他们的位置 我想我们 如果以前 不太清楚 现在应该了解一下 耶路撒冷在这里 福音从这里开始 之后 传到了 安提尔 安提尔 因为 耶路撒冷的教会 遭受到逼迫 然后呢 部分的信徒 就来到了 安提尔 所以安提尔的教会 就发展起来了 巴拉巴来到了 这个安提尔 他到大树 把扫罗带来 之后安提尔 就拆派他们 所以有第一次的 传道旅程 这一回是第二次的 他们走的地方 跟第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从海路 经过 居比路或者塞浦路斯 一直到这一个 从比西底安提尔 一直到 以哥念路士德 走到这一个 特币 而这一次呢 他就由陆路 经过大树 特币 然后 一直来到 比西底安提尔 这是第一次旅程 到过的 就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想经过 佛里加 迦太到 比推尼 耶稣的灵 不许 不想到 美西亚 耶稣的灵 还是不许 就来到了 特罗亚 大家 有印象了 这是第二次旅程 特罗亚 见到 马其顿 印象 就过到 一天的时间 就过到 尼亚波里 就在菲律比 之后 就来到 马其顿 一连在 马其顿的 三个城市里面 都有工作 就是菲律比 接下来就是 这一个 帖撒罗尼迦 整个十六章 都是讲菲律比 然后十六章结束了 十七章 就是 来到了 帖撒罗尼迦 所以从 菲律比到 帖撒罗尼迦 这是向 西南行 东在这边 西在这边 所以西南行 那么必须经过 两个城 一个叫做 岸非 波里 一个叫做 亚波罗尼亚 所以离开了 菲律比 保罗和希拉 他说保罗和希拉 没有提到提摩太 当然也包括提摩太 继续前行 一直到 帖撒罗尼迦 让路加 没有随行 路加在 菲律比 跟他们 会合 现在 他没有 跟着他们 来到 帖撒罗尼迦 没有 他应该是 留在菲律比 他能照顾 这个 新生的教会 虽然他自己 没有说 不过我们 根据 圣经的 这个发展 事件的发展 从菲律比 到安非坡里 是33英里 再到 亚波罗尼亚 是30英里 最后还需要 37英里 才到 切撒罗尼迦 加起来 应该是 100多英里 一百多英里 的路程 就浓缩 在一句话里面 保罗和希腊 经过 安非坡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 切撒罗尼迦 这句话 到底养人 用了多少天 走这段路 一天能够 走多少 我们不得而知 还有 在这段路上 也 没有事工的记录 经过了 两个城市了 安非坡里 跟亚波罗尼亚 但没有这个事工的记录 这是17章1节 然后到了17章的 这个2跟3节 我们一起读 保罗照他 数长的规矩 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 与他们辩论 讲 解成名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于你们的 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17章2到3节 天赛罗内加 有犹太人的会堂 这里说 保罗照他 数长的规矩 平常规矩 他去犹太人的 这种会堂 跟他们聚会 会堂里面 有犹太人 也有这个叫做 敬畏上帝的 一些这些外邦人 他们不是 他们并不一定是 改信犹太教的 或他们敬畏上帝 因为他们可能 不愿意受割离 或者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就在这整个会堂里面 保罗本着圣经 本着圣经 当然是指着 旧约的圣经 方式的信息还没有完成 本着圣经 与他们辩论 我相信 这个辩论 更多是在讨论真理 所以本着圣经 在讨论真理 这种情况是 主耶稣在地面的时候 也是常常这么做的 你看路加福音 四章十六节 他也是 在拿撒勒 他也是在会堂里面 在那个地方 来分享圣经 保罗的信息内容是 本着圣经 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 然后从死里复活 所以保罗的信息内容是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这是保罗所传福音的内容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十五章 我们翻译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回到1 Corinthians 15 弟兄们 我们如今 要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是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的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此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第三 我当日听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 你看 他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 所说的福音的内容 信息的内容 也就是 必须受害 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从死里复活 所以在 特撒罗内加他讲的 跟在哥林多前书的书信里面 讲的福音内容是一致的 而且在刚才的 哥林多前书里面 他讲到 这个福音要传 听见的人要领受 要相信 要持守就得救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二节 是他这么说 并且就在这边指明 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 这个是他 在切撒罗内加 三个安息日 就本着圣经这样跟他们来谈论真理 而且这里用了三个词 辩论 对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就是讨论 还有讲解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 这个就解释了 然后诚明 诚明就是说明跟证明 这也提醒我们 对我们要传的真理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讨论 很充分地去解释 很清楚 有力地来说明跟证明 这个是保罗的 这个是一个的办法 也值得我们这样的学习 好 十七章四节 虽然是短短的三个安息日 一起读第四节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父从保罗和希腊 并许多敬迁的希腊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虽然短短的三个安息日 可是工作的果效非常显著 由犹太人听了劝 当中包括亚里达古跟耶稣 今天我们没时间讲了 下次我们讲这两位 第二种呢 是敬迁的希腊人 并有许多敬迁的希腊人 这是指那些对希腊神明 敬迁的希腊人 不要于敬迁的希腊人 他们敬迁认识 这个我们的上帝 敬迁的希腊人 是那些对希腊神明 非常敬迁的 你看 在保罗写给 《贼撒罗尼迪迦》前书 一章九节 就提到这些人 是离开偶像归向上帝 第三种是尊贵的妇女 第四节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看见福音 一步一步的扩展 现在小亚西亚 但是主耶稣就借助 马其顿的意向 把这一队福音队 带到欧洲 在马其顿的地方 先是菲利比 现在是天撒罗尼加 天撒罗尼加 菲利比都是这一个 属于马其顿省的城市 哥林多却是属于亚盖亚省的 无论怎么样 现在他们已经踏足欧洲 都已经扩展了 我们会继续地研究 从初代福音 怎么样地扩展 也帮助我们今天 如何把福音扩展到 凡事有需要福音的地方 好 我们祷告 别的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